刚刚有幸提到她的父亲 我先提一下我的外祖母 我外祖母 1924年出世 2011年过世 她不诗字 她是厦门九岁被拐带出来 东南亚 可是我小的时候我就听她说 Dankaki 我就听过她讲Dankaki 这个 我们今天谈三根文 不过我想从 先从陈家庚对政治 的影响先谈起 像有幸的父亲 我的外祖母 他们都是不诗字 但是他们都是可以念得出 都可以一直记得 陈家庚是谁 做什么事情 可以这样说吧 在二战以前 或者就是说二战以前 二战前后 形塑 马来西亚 华裔 或者马兴 马来亚 跟新加坡 当成马来亚 也算新加坡也算 马来亚的部分 形塑 华裔 政治意识的 可能最重要的人 人就是陈家庚 人就是陈家庚 赞钱 我们这样回去看一下 如果我们先从马来人的 民族意识的起源 谈一下 William Roth 在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里头提到 一直到1939年以前 在马来亚 马来人没有很强的 马来人这样的意思 它是周蜀的 我是吉兰丹人 我是丁加努人 我是柔佛人 它是周蜀的意思 它是一个泛马来亚的 马来人的意思 是几乎没有的 它只是在战争的时候 在二战的时候 强烈的形成 因为二战 因为这个族群的关系 因为战后 1945年8月15号到9月3号 期间没有英国人在的时候 在不同地方的族群冲突过后 很强烈的形成了 马来人泛马来亚的这个意思 那么回头看一下 华裔 在康有为 康有为跟孙中山 可能对华裔 泛马来亚的华裔 作为华人这个意识 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在那个之前 马来亚的华人 基本上就是福建人 客家人 都是以籍贯作为中心的 以邦作为中心的 它没有一个泛马来亚的华人意识 所以安德森 Ben Anderson说 民族的想象 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 就是本来 没有这样的想象 但是因为时代 因为历史 因为不同的事件 不同的 经验 通过文字 通过博物馆 通过各种各样的 记忆的形塑 通过领袖的介入 形成的意识 所以我们回头看 一百年前 没有多少华人 把自己当作是华人 华人这个概念 是新的概念 马来亚华人作为一个 民族这个概念 是很新的 是只有一百年历史 而这个当中呢 陈家庚 可以说是本土 如果我们从康有为来到 推广教育 孙中山来到推动月书报社 推动报纸的创色 那么陈家庚是本土 战前最重要的 对小市民有最重要的 最大的影响的政治人物 但是他没有政党派别 就是在1940年 到延安以前 基本上他是完全没有政治派别的 可是他是对一般华裔民众 形塑一个华裔的想法 华裔的意识呢 有着最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从商业的角度来看 或者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呢 我现在站在我这个位置上 就是我现在是 投资贸易局工业部副部长 站在工业的角度来说 可以说陈家庚的工业的 在工业的成就 也是划时代的 陈家庚在1929年 卖到中国的鞋子 300万双 那个工业的复杂程度 是一直要到 韩战的时候 1950年韩战 到1953年韩战的时候 橡胶产品才有类似的程度 而其他的 马来西亚的其他的工业化 是要到60年代以后 才有比较相同的规模 当时陈家庚的这个 整个产业链 是纵向或者是垂直产业链 它有橡胶园 它有中油的橡胶加工 它也有橡胶的制成品 包括鞋子 特别是鞋子 然后来也有轮胎 也有开发轮胎 所以它是在最前端的 英国人说它是 Henry Ford of Malaya 就是马来亚的Footer 因为在工业化的复杂程度 和整个垂直的产业链 做得是最完整的 而它在后来影响的 包括李光潜 陈六使 他们的企业 都对后来马来西亚的工业 还有马来西亚的各方面的企业 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陈家庚的企业 其实追根究竟可能是 你从他的内心来看 可能是现代化的工具 就他最深刻的是什么 可能是现代化 他那个现代化的使命 要促进中国现代化 要靠企业 要靠教育 要靠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回到去 他那个使命是现代化的使命 这个来到此时此刻 当我们我想有幸定这个主题 以商养文 可能最后 也是对商作为一个反省 可能对商这个概念 作为一个反省 你如果看陈家庚 如果根据戴冤的说法 戴冤在 陈家庚企业新亡的历史经验 这篇长文里面 他在代言的演讲里面 他说陈家庚说 化学工业与经验技术人员 为制造业之血脉 得之则生 不得则死 一百年前他就知道说 要靠技术 要靠知识 所以要办学校 要办报纸 要推动知识 要做培训 我们现在很多企业还是靠外劳 我们现在还是 有企业还是停留在 靠人力 但是一百年前 陈家庚看到的是技术 但是我想说的是 比较大的时代背景 我们经历了大概五十年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Milton Friedman 谈企业就是 没有别的责任 企业就是为了赚钱 为股东赚钱 Shareholder values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经历了疫情 我们现在经历战争和地缘政治 我们经历全球的经济不稳定 我们面对气候的转变 企业应该要不只是赚钱 所以World Economic Forum 和美国的Business Roundtable 他们在2020年提出 Stakeholder Economy 就回到去企业 它不只是为了赚钱 企业它要有各种各样的责任 它赚钱是重要 但是它也有使命 它对它的工人 它对这个环境 它对它的顾客 都有它的使命 都有它的责任 Stakeholder Economy 我想陈嘉庚可能也是这个时代 让我们告别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告别了Shareholder values 的这套说法 陈嘉庚的精神可能对这个时代 是有意义的 可以让我们有影响 当然陈嘉庚也是南洋商报的创办人 他创办南洋商报 当然有一些说法是 他就是方便他打广告 但是你更深层来说 也是因为他在 想要形成一个更好的市场 要为大家提供市场信息 市场信息很重要 因为没有市场信息 就没有更好的市场 没有更好的市场 就没有更好的企业 没有更好的企业 就没有更好的国家 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重要的 就是市场资讯 对形作市场 是非常重要的 市场不是自己来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想法 是市场是自己来的 但是市场不是自己来的 市场是有公权力 就是政府的这个公权力的影响 有企业的操作 有科技的影响 有知识的影响 而我觉得报纸 在他办报纸 也是一个现代化的使命 就是怎么样形成 这个怎么说 形成一个市场 更好的市场 那办教育这个当然也是 同样一个更大的 现代化的使命的想法 所以今天简单的总结 我认为说 陈佳庚当我们看陈佳庚的时候 可能他要放置在一个 华人意识 政治意识 从没有华人这个意识 到有华人这个意识 陈佳庚作为当时 那个时代领袖的影响力 那这个也给我们一个 一个理解 就是说 我们今天所有看到的 政治上的论述 所谓华人的意识 它不是一个 五千年的历史 马来西亚 华人这个意识 是一百年的事情 一百年 来政治上形成的 另外呢 也就是让我们看到 陈佳庚的 现代化的使命 也看到我们这个年代 可以寻找的 商的意义 就是在 我们面对疫情 面对 季后转变 面对 金融不稳定 面对地缘政治 和战争的这个时代 我们对商 对新的思考 那我已经以 这一本书 介绍一下这本书 来作为结束 这个C.F. Young 在1987年 杨敬发在1987年 出的书 那这个Dangaki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那他在书里面 他说啊 这个 陈佳庚 为什么我们今天 还是可以办 研讨会呢 因为他说陈佳庚呢 是 He was both ordinary and simple 他是平凡和简单 Yet and yet Extraordinary and complex 特殊和复杂 他的复杂性 让我们可以一直开研讨会 一直开下去 那 杨敬发这本书的最后总结是什么 他说 陈佳庚可能不只是 华侨的 Legend 传奇 他可能也是一个 Asian Legend 亚洲的传奇 谢谢